一大早新北市长侯友宜 已经出现在交控中心 关系收价这一天的交通运输 大量的返乡的人潮陆续回来以外 我们看到从宜兰北上的车流 经过石定平原杂道管控 那相对的也造成严重的毒伤 除了返乡路况到新北市游玩的人潮 也是重点之一 热门的观光区域像是金花石九份 整体的运量和去年同期相比 大幅增加了80% 南南的福袋还有加赛金 胡永宜视察完交控中心后 飞机前往客运站 要亲自慰绕廉价轮值的公车司机们 以及富康巴士的驾驶 感谢他们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在春节期间 我非常谢谢我们辛苦第一线的执勤同员 因为大家的努力 这个人节春节的运输 大致都非常的顺畅 面对酝酿提升 招募新人不容易 胡永宜也承诺会努力让第一线人员 得到更好的福利概念 主持人谢谢大家